请收看 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修行福道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生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129月 倒数第三行 问 佛生无为 是 不生不灭的无为法 不堕诸数 不落入数量的观 不落入数量 那么为什么 佛生的设立 有八福四斗 十斗 为一斗 那么 四斗 就是十斗 为一斗 再讲一遍 十斗为一斗 十斗为一斗 那个一个脚 再一个斗 那个念胡 喝五胡 八胡四斗 十斗为一斗 你做如是剑 你用这么样的看法 只见假设立 射身所火化出来的设立 是假设立 不见真设立 真设立 无形象的 可可以用数量来衡量 云 设立 唯一是本有 维护 功勋 功勋 就是修行的成果 透过用功 欣喜 达到最后的结果 这个叫做功勋 这设立 是本来就有的 还是修行以后的成果 这个禅师 吸引禅师就回答了 所非是本有 亦非功勋 不能讲他是本有 也不可以讲他是功勋 为什么不能讲他是本有呢 这本有啊 对向上来讲 非是本有 那么对本体上来说呢 那不是功勋 不可以任何的造作的 所以非是本有 是对向说的 对向上来说的 非是功勋 是对本体上来说的 云 若非本有 又非功勋 那么既不是向 也不是体 那么 只要你落入任何一个东西 那就不对了 那么何故如来 为什么如来 设立啊 为炼 为经啊 这个为啊 是语注尺 那么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的经炼 为什么这么的纯 美妙 就是为炼 为经 那么 金骨 长纯啊 那么这是 每一个人都希望啊 请到佛陀的设立来供养的 这每一个人啊 一看到那个是佛陀的设立 哇 那还得了 对不对 再远的话 我们都要坐车子去啊 下跪顶礼啊 供养啊 这么样子 那么这个 每一个人啊 都是对这个设立者啊 非常的敬仰 非常的敬仰 就像有一次我们去日月坛啊 日月坛啊 旁边有个道场啊 也是佛教的道场 我们去的时候 那一个比丘啊 就很认真的 给我们介绍 玄壮大师的灵骨啊 这灵骨会显现 显现种种的像啊 怎么样子啊 那我是静静的嘛 因为出家人 他对这个很欣赏 很赞叹的时候 当然我们随喜了 后来因为他 而且很认真的介绍 我只是告诉他 说啊 若见诸相非相啊 极见如来 我们的信仰啊 不是单靠这一些啊 拜设立者感应啊 这样可以维持下去的 佛法不是单靠 这一些外在的啊 这种种的感应啊 庄严啊 用感动的来 持续这个信仰 这种信仰太脆弱了 我们要用正法 要用正念 那依法 这样子的法 才会传得长久的 拜个设立者嘛 给大家一个信心啊 给大家一个信心 是乃何云啊 说你做如此见解啊 那位佛的 果佛的设立者 可以啊 常年年夜啊 永恒的存在啊 啊 你做如此的见解 整幻做学常人 真的就是怎么 怎么可以叫做 是一个学常的人呢 学常的人 了解不生不灭的本体 哪里会制作 这种设立者 这种东西呢 所以啊 这个黄布禅师 就故意问他 说你见虚空 曾有骨佛 你看这个不生不灭的虚空 有没有骨头啊 诸佛心童太虚啊 你密什么骨 你找什么骨头啊 想一想 没有啊 真的是没有 不生不灭的本体 哪有这种东西呢 是不是啊 所以有的人讲 说师父啊 那个设立者啊 是永远不会坏啊 嘿嘿我说啊 地球啊 经过46亿年啊 它都会爆裂了 46亿 46亿 一百亿年 总共一百亿年的寿命 它都会坏了 整个宇宙都是沉住坏空啊 何况这个佛陀的设立 这是表法的 表示的时间很长 很长 众生福报没有了 设立者自然就会消失了 这是众生啊 供业所感 福报所持 众生的福报不够 供业啊 种得太重啊 佛谷啊 自然就消失 所以我们呢 不要一直认为 设立者是永恒的存在的 把这种观念稍微修正一下 只是因为它对人的生命来讲的话 那当然就是比较长一点啊 因为设立者是表法的嘛 表示佛陀的法身啊 表示佛陀的法身 但是佛陀的法身是无所不在的 包括伊丽莎 包括一个桌子 一个椅子 一草一木 它都是佛陀的法身 并不一定要是设立者 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啊 那望见啊 它这样子就是有个恭敬心信心啊 所以用这个设立者来论断 最重要的是解脱了啊 所以诸佛心同态虚啊 密什么谷呢 云 那个徒弟又说了 如今竟有设立 此是何法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设立者呢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法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立者 诗云 此从你的妄想心生啊 极见设立 设立者啊 执着的也是一种妄想 自信清静 没有这种东西 云 和尚还有设立佛 请将出来看看 和尚 你有设立者吗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啊 王博禅师就说 真设立难见啊 真设立了呢 那就是不生不灭的体啊 你怎么能够看得到呢 是不是啊 你一旦 你只要用这个十个指头 戳 戳啊 就是取啊 戳进妙高峰 微微尘 把那个须弥山啊 妙高峰就是须弥山点啊 把他磨成粉末状 你就可以见到 真的设立 戳进妙高峰 微微尘呢 这句话的意思啊 就是说 你把他 这个 聚集了这个妙高峰呢 这个戳本来就是 戳本来就是 哦 这个聚集了很多 很大的 然后把它变成微尘 那意思就是 化作空性的意思 哎 化作空性的意思 没 化作无呢 从有化作无 啊 那么就见到真色力 就见到色力 也就是你能够把这个 有像啊 透视它 用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那不找一切像 就见到真正的色力 要见到真正的色力子 哎 那么你看 连这种佛陀的色力子啊 那个禅师啊 都不会去动念 去执着 可见那个离像 离到什么程度 所以啊 离一切像 极明诸佛 金刚经讲的 所以我们要多诵金刚经 很容易就进入状况 离一切像 极明诸佛 连这个我们最执着众生 佛陛子 最执着的色力子 在禅师来看的 那个都是妄想的东西 我们想想看 那种不执着的境界 是到什么程度 佛 参禅 学道 须得一切处 不伸心 如果我们想要 学传 修行 我们必须一切处 都不可以伸 执着心 一切处 不伸心 就不伸执着的心 不伸分别的心 不伸着相的心 直论妄姬 妄姬就是 妄掉了机制分别 妄姬 简单讲就是 除切分别心 那么这佛道就聋 佛道就聋 分别就是魔君圣 那么分别就是对立 那因为分别就是执着的产物 所以这个执着跟分别 其实是卵生的兄弟 讲到执着 他是一定分别 讲到分别 他一定会执着的 所以这个执着分别心 颠倒心 就是魔君赤圣 毕竟无毛头绪 少法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 问 是主传法 富于何人 主是传法 是交给神 是云 无法于人 如果有法于人 那么就不是正法了 无法于人 云 所以云和恶主 请施安心 为什么恶主 请当我禅师 安这个心 那 王不禅师就回答 说你若道有心 如果你说 道就是说 如果你说有一个心 可以安 恶主 集合 密德心 合就是应该 这个恶主 就应该可以找到 这一颗心 因为他有 可是我们的心 本不可得 所以密心 了不可得过 所以 达默大师 就跟恶主讲 说 随道 所以与你 安心 静 把你的心 就安好了 因为无心 可得 地下这个 你要画 双红线 若有所得 钱归 生命 如果你这句话 会用 OK 马上大车 大悟 马上大车 大悟 你在这个世间 就是 你有所值 你得冲冲生命的东西 今天不管你拥有多少的金钱 多少的名利 多少的一切 你所享受的东西 你只要有这个观念存在 它 它通通是生命的东西 都是妄子 都是妄子 活得很辛苦啊 活得很辛苦 若有所得 全归生命 四处想行事的缘起 全归生命 因为有所得 若有所得 就不生不灭 如同虚空一样 对不对 所以学佛啊 学道啊 一上那之间 就见本性 问 佛 穷的无名佛 穷就是穷尽呢 那么 释迦牟尼佛 是不是穷尽 那无名呢 穷尽的无名呢 传师说了 无名 当下 就是一切诸佛 得到之处啊 那么这个无名啊 众生啊 都是无名 但是诸佛呢 就在这个地方啊 找得到个消息 不离烦恼 而得菩提 所以无名 也无无名 是不是啊 这无名 就是一切诸佛 得到之处 也就是不舍烦恼 就得菩提 因此一切 你只要懂得一层 它是延起就信空 一色法它也是延起也是信空 那么空性啊 不管是一层一色 它统统是无边的理性 理性就是空性啊 空性没有边际的 空性是绝对没有边际的 所以一个人悟到空性啊 用空性啊 就会相应一切法 那么一切法 它统统解脱 举足下足就不离道场 何以顾空性是如如不动的吗 什么是道场者 本来画双线啊 道场者无所得也 底下这句要画线啊 我向你道之无所得 就这个无所得 名为做道场 哪里你都不必去 你当下无所得 你就是拥有真正的道场 要有所得 哪里都不是道场 生生灭灭的东西 潜规生命 看经典要会掌握住重点 我向你道 指这个无所得 就就是做道场 同学们要在这个无所得 下一番功夫 不要活得环环环环的 云无明者为明为暗啊 注意在这个明 无明啊 不是众生讲的那个无明 这个无明 这两个字应该这样想 无所谓的明智 无所谓的明智 为什么无所谓的明智 为什么不能说有一个明智呢 那么不能说有一个明智 那个本体界到底是明是暗呢 要这样解释才对 你要是想无明者为明为暗 那无明当然就是昏昏暗暗的啦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的 它不是这个意思 无明就是无所谓的一个明智 意思就是不可安排一个明智 那么这个境界到底是明的是暗的 这样讲是对的 那么黄博禅师就说 不生不灭的本体是非明非暗啊 因为明暗是代谢 把明拿起来代谢就是生灭法 春天过了秋天就来 春期秋来 是不是啊 代谢就是生灭之法 无明且不明也不暗 无所谓的明智 在本体界不能加一个明智 它当然不可以 它不是明也不是暗啊 因为明暗是代谢之明嘛 不明正因为 意思就是不需要加一个明智 正因为它是本来就是光明的 不明 只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本明啊 本智有明啊 不需要加 那因为不明不暗 一般众生啊 就搞不清楚了 因为啊 没有悟到 不生不灭的本体啊 那么不明不暗 因为明暗是代谢之词 它没有生没有灭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明 无所谓的暗啊 就像虚空 你认为它是明是暗的 你什么都不是嘛 就这么 这一个字啊 就乱窃了天下人的眼睛了 就搞不清楚了 天下人的眼睛啊 为什么不明不暗呢 因为众生都活在 深深密密的这个世间 你要告诉他 不生不灭这个本体 他怎么样都想不通 他怎么样也弄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 哪一种状况 一切的思维 都不能体悟到 不生不灭的本体 因为那是言说像 是心源像 是妄想像 把不生不灭的本体 观想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来追求 化作一个真实境 这是严重的错误 因为本性是一核相 哪里有事相 哪里就是有理体 本性是一核相 哪里有事相 哪里就是我们的本性的展现 所以指这一界乱窃天下人眼 所以道 假使满世间 假使满世间 皆如舍利佛 尽失共度粮 尽失共度粮 因为都是不离见闻截支 那么法离见闻截支 你当然不能测佛制 佛制它是不生不灭的东西 不可以用我执法 乃至一面 维系的生灭相 都不可以去衡量佛陀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法经里面讲 在经典里面就告诉我们 不管你这个摄理佛 是用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节 来自所有的阿罗汉 去测佛的智慧 经过百千节 都没有办法测佛的智慧 为什么 因为你用那个生灭心 你怎么测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东西 是不是 就像在这个世间来讲的话 你用任何的东西 你都不能没有办法比喻虚空 虚空是什么东西 虚空它像一张卫生纸吗 不对 它像一个胡子吗 也不对 我的脑筋里面会想象种种的像 那么这个见闻截支里面 它会想象种种的像出来 就是二色人 它会想出一个空像出来 在空像里面 这可能是这样子吧 可能是这样子吧 对对 那不生不灭的本体 它是妙用献钱的 它不是一潭死水的 二色人成空至极 变成本性是一潭死水 毫无生气 世心妙用 佛菩萨哪里是这样子的 佛菩萨不生不灭的本体 可是妙用长线钱 对不对 菩萨这么长 妙用长线钱 你怎么去衡量它呢 当然没有办法衡量 这是法籍见闻截支 可是法离见闻截支 二色人他所修的 都是六根清净 顶多就是断监支 监支支 不能离开见闻截支 不能离开六根 那么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处的话 只是用怎么样 强制的 关照的 那么想到说 空掉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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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私意的境界里面 你私意的境界里面 是不是 当我眼睛 见到一切像的时候 我的内心里面 产生说 这是希望的 我不要执着 这跟佛陀的 这个如如不动的智慧 是天差 这个天差地的 这个智慧境界的 当你知道 这个是希望的境界的时候 我动一个念头 还动一个念头 这是假象 不要执着 那功夫 那还没有成熟的 记住 学佛他就发现 我们的本心 见到一切像 那个本心就显现出来 本来就不生不愿的东西 知见立志就是无名本 那个都是多余的东西 好端端的本心 你干嘛又要去动它 对不对 悟到的人动它也无法 你体会得出来吗 本来无畏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强加任何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这样才就是一个憎悟的人 也不是说 我看到什么东西 我才来控制 看到什么东西 我再来关照 那这个都是能锁不断的东西 那个差太远了 手上教的证悟 这一切像就是本来 赤裸裸的 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不能测过虚空 无你语论处啊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跑出普遥的一毛孔 你如今把什么本领啊 灵学他 你有什么本领啊 准备写写写别人呢 没办法了 那么他的弟子又说了 既是写不来 为什么说归原性无恶呢 方便有多门呢 这是什么道理啊 如之和呢 这是什么道理 红布禅师就是归原性无恶的 就无明 实性 就是诸佛性啊 那这个无明的当下呢 实性它就是佛性啊 你一切的妄想 执着当下放下 欺辱绝对的空性 它就是诸性 就是你我们本来的面目啊 不恶的东西 不恶的东西 方便有多门啊 神闻人 见无明生 见无明灭啊 神闻人就是文佛陀的四弟啊 因身而正道 是果的 阿罗汉 那么这个见无明生 那还见无明灭 当然这个是指之末无明 就是见识无明 看到见识无明生 就把他见识无明除掉 这原觉人呢 境界比较高一点 断见无明灭 无明灭 但是呢 因为维系的无明 一生前他还不晓得 就是因为法治还存在 维系的法治还存在 他看不到 所以是他看 不见无明生 就是不见得维系无明生 没有看到维系的无明产生 可是出造的无明 他已经断了 是念念正极灭了 这个极灭就是无死无明了 跑到无死无明去了 诸佛见众生 终日生而无生 佛陀啊 就是当下 见终日灭 而实在是不灭 因为相本来就妄 何必在这个空向 空性的妄向里面 论生论灭呢 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东西 哪有生哪有灭 生即是无生 灭也无灭啊 所以不生不灭 就是大生的果 所以到果满菩提园 果满菩提园 这个果啊 果报啊 究竟圆满呢 就是菩提了 化开世界起啊 那么举足就是佛 下足就是众生 下足就是众生 那么这个果满菩提园 那么就是圆满的菩提 那么化开世界起啊 这是表法的啊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的境界够了 开悟的话 那么这一切的啊 一切的世界通通显现出来 我们的自信清净都展现 无量无边的世界 这个花开去心花开 即见佛 就是见到实相的意思 即足即佛啊 下足就是众生 下足就是众生 我们常常讲花开见佛嘛 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的意思就是 心花开即见佛 那么心花开就是见实相啊 就见到无相佛 诸佛 两足尊 就是理事圆容啊 理足 理足就是一心啊 一心 赤足就是万伐了 一心万伐了 那么众生足 生死足 一切等足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样子才了解众生 才能够超越生死嘛 佛是两足尊啊 是一切等足啊 不离众生 不离生死啊 而普度一切众生啊 足所以他不求 是你如今念念学佛 就闲着众生 闲着是嫌弃 厌恶众生 底下那个啊 那么就要画两条线啊 若闲着众生 就是放他 释放诸佛 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 你一定会碰到不如意的人 当你碰到不如意的人 你嫌弃他 你厌恶他 你攻击他 你就是毁谤十方诸佛 因为十方诸佛的出事啊 都是由这里面啊 慢慢啊 众生里面啊 斜得增长智慧 忍辱 因为一切的众生啊 不要去嫌弃他 因为他成就我们的道业 简单讲 你嫌弃了众生 你就离佛道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内心里面 不要一直去论断 别人的四根非 不要一直去攻击 别人的缺点 因为这样离佛道太远了 嫌弃众生 就是离佛太远了 也就是毁谤十方诸佛啊 所以因此啊 我们但降服自己 但降服自己 所以这句话 你要好好的看 我们学佛啊 难免的都会有一些 敌对的看法 不如意的看法 如果有这样的话 要赶快改进 这样的功夫 还是不够的 是你如今念念邪佛 及贤者众生 那么是嫌弃的众生 如果贤者众生 如果你嫌了 嫌弃了 而执着这些众生了 怎么样 就是毁谤他十方诸佛 因为十方诸佛 也是众生去做的啦 众生离不开佛 佛离不开众生啊 所以佛出世以来 就直除愤弃啊 坚除戏论之分 戏论意思就是 这些妄想啊 不值得我们这样子厌恶 不值得我们这样执着 不值得的 不值得的 就是我们呢 没有办法啊 没有办法 因此我们这些妄想啊 如果我们碰到没有写佛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像我们今天呢 看的那个电视啊 那个委内瑞拉的小姐啊 得到世界的选美小姐 第一名 当她在宣布的时候 Frost Miss委内瑞拉 哦 马上发抖啊 感动 哦 眼泪开始一直跳出来 那个皇冠哦 带不起来 那皮皮擦皮皮擦 哇 哎呀 哇 这个太激动了 一个人那个 那个 在这个秦池啊 争霸之下 竟然八十个啊 八十个人 好几百个人删除 那八十个 剩下十个 剩下五个 剩下三个 到最后 剩下两个 哦 她宣布的时候 两个人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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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宣布的时候 第一名 委内瑞拉 哦 她这样皮皮擦 哦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一直掉眼泪 一直掉眼泪啊 那我在电视上 一直告诉她 这是无常 明天就 就没有啦 对不对 你要哭到什么时候 感动到什么时候呢 啊 就开始拼命掉眼泪了 看到人的时候 哦 赶快跟人家飞吻 哦 打招呼啊 哦 领了多少的奖金 这个众生 领了以后 明天睡一觉起来 哎 也没有啦 就是这样子啦 是不是啊 就像那个纽西兰的 弟弟和小姐 我都是喝托子 安家买粉 已经先起来啊 那么好啊 你国家水 也就是给安 没有办法 所以说 我们要了解 这些啊 都是细论 深深灭灭 这些细论 细论 对不对 我们要了解 很清楚地去透视 得到的东西 并不一定很好 实习的东西 也并不一定是很好 也并不一定是不好 内心里面 那种无所得的心 不要嫌弃众生 不要厌恶众生 我们要感恩他 我们要感恩他 是是非非 恩恩恶恶啊 有时候根本就不批气解释啊 因果只有定论啊 因果只有定论啊 受到别人的语言影响的人 是打鱼吃的人 打鱼吃的人 平常啊 常常讲依法不依人 简单几句话 就影响到你的情绪 是邪佛 你说这些依法不依人啊 都是依人不依法 是不是 不懂心法嘛 那当然就是会 在这个系论里面打转啊 恩恩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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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情绪高到高低潮 那当然没办法修行啊 底下啊 只教你除去从来 从来就是一向都有 执着那个学习的心 见心就是说 见之子 分别跟执着的心 因为有执着它就有见 有分别它就有见 这个见心就包括两个重要的一个烦恼 因为执着所以有见 因为分别它当然有见了 对不对 就固执到极点了 除得近就不多细论了 除得近就放得下 真的放得下 不多细论 什么叫细论 与生死无异之言论 与生死 对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个叫做细论 对细论 这个讲经讲得很好 可惜呢 不能了生死 那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拜颤啊 拜得很好 是不是啊 可是呢 不能断烦恼 呛战士呛得特别大声 可是呢 脾气比别人更大 没有用 这个都是细论了 意淫斑粪粗啊 也可以是斑这个粪便出来 只叫你不生心 你只要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放下你所有的一切 不正确的观念 把每一个动点都回归到 本心 本心就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见 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闻 用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长 处 用不生不灭的心 去受 不生不灭的心去想 你想想看 无印多化作活性 底下 心若不生 自然成大智者 很棒啊 是不是很棒 那没有烦恼了 内心里面呢 没有烦恼了 自然成大智慧了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决定不分别佛与众生 一切尽不分别 这个很不容易的 学佛在这里要早眼了 我们众生见佛 恭敬的不得了 见众生的烦恼的不得了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对这些无知的众生 师父都是采取啊 很忠道 我每次都告诉他们 众生啊 难免都会有烦恼嘛 原谅他 包括我们 我这些出家的徒弟啊 以他的伯所见识 见识啊 你看见识 你要不要吃这套 你要不要吃这套 这个这个 你马上要这个 变 弄了半天 是不是啊 我们女的念不导丹啊 念日中一时啊 对不对啊 要跑到身上里面去啊 要怎么样 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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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知道啊 这个 这个也都是分别性的产物啊 心不安 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师父嘛 当师父的心安啊 那我不安人的讲堂怎么办 我跑掉 这是老母鸡跑掉了 那这些小鸡怎么办 我要安呢 我也没什么好安跟不安的呢 这是一法的不可得的东西 安跟不安的都是一定要安啊 是不是 所以徒弟有说呢 烦恼啊 怎么样子啊 我都会很同情他 同情他 不是你每天念经就可以解决烦恼的 也不是你每天拼命念佛就可以解决烦恼的 也不是你每天呢 坐在那边看经典就可以解决烦恼的 物要善之士的指引 我们看经典有时候会扭曲 也不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说你懂的意思也是见闻皆知啊 不能超越啊 没办法的 所以佛法无人结啊 虽会不能了啊 佛法没有人解说啊 你再有聪明世界 四字聪明 你有办法的 你都是用分别性在看那本经典嘛 你整天就是坐着给你看十二个小时 你也没办法开悟啊 要听经要文法 要有善之士的指引 决定不分别佛跟众生 一切通通不分别 使得入我朝西门下 朝西门下就是六祖了 六祖那是主张顿悟法门啊 所以自古先生是这么说了 扫行我法门啊 所以无行为我法门 只是一心门啊 扫行我法门 就是很少人啊 能够啊 行我这个顿悟的法门 所以要怎么做才是我的法门呢 所以要怎么样做 无作 无作无为啊 因为这个顿悟很困难 顿悟就是无作无为 当下就是了 那么就无行 无行就是顿悟了 为我的法门啊 只是一心而已 无行无所造作 一切人到这里啊 都不敢入 都不敢入 哎 不能说是全部没有了 只是很少人得了 得者即是佛 所以这个证悟的人啊 可以说是凤毛领角啊 修行的人多如牛毛 得到的人少如牛角 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截然 太难了 哎 珍重 问如何 德不落阶级 阶级就是赤地 赤地就是生灭 赤地就是生灭 哎 为什么物要顿悟 因为圆满的节性 是不能用切蛋糕 一块一块切的 今天送你一块 明天送你一块啊 不可以的 就像你看着虚空一样 今天我看到这一块虚空 明天看到那一块虚空 顿悟不可以这样子的 何以故自信清静 不生不灭的东西 它是顿时显现 为什么 不生不灭的东西 不能一块一块的显现的啊 顿悟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讲的了 哎 你落入阶级的话 就变成有有有我法遏止了 根本就是不对的 那 那么是方便说是三圣的吉教 那是这样讲的 落阶级嘛 是不是 信祝形象地 大家要这样讲啊 哎 可是顿悟法门没有这个东西 诗云 中日吃饭 未曾咬着一粒米 为什么 他没有见闻截肢吗 哎 放下见闻截肢啊 所以吃饭 未曾咬 就是执着的意思 整天吃饭啊 这个味道俱全 可是从来不执着 一粒米就是 从来不执着这个味道 这是这个意思啊 不着的意思啊 不是不吃饭啊 中日吃饭 怎么会没有摇到一粒米呢 没有摇到一粒米 就是空性的意思啊 就是用本性在吃饭啊 那就不曾经找这个味道啊 都一切都是念念 萧归至限 归无所得嘛 中日行嘛 每天呢 就这样走走走 怎么样 可是心也是不生不灭 未曾踏着一片地 因为万法为心的东西嘛 静就是心嘛 他哪里踏到地呢 方便说他踏到地 其实他是万法为心照啊 地就是心所引现出来的境界啊 他只有一心啊 他没有能锁啊 在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我等相了 终日不离一切事啊 也不被诸境界所迷惑 方明自在人啊 你看看这句啊 整天不离一切事啊 所以一个修行人 他怎么可以说 我跑到山上去 跑到无人的地方去 有时候 当我们内心里面 已经有相当的深厚基础 你说像师父今天的心经来讲的话 我可以啊 没有很关系啊 就是像我可以到山上去啊 住个三个月啊 半年啊 这个都 对不对 有来讲已经没什么作用啊 无所谓啊 你住宿 怎么样住都没关系啦 我不会说去住山上 就迷惑颠倒啦 是不是 理我们都很清楚啦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这么样做呢 因为佛道本来就是在现实 社会里面展现叫做佛道啊 不离一切事啊 不被诸境所迷惑 那你要一样要完成你的任务 你的责任 你的义务是什么 是不是啊 方明自在人嘛 念念不见一切相 每一个念头产生的 为什么 以空相应啊 见什么相呢 这不见一切相 不是说你看不到一切境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见到一切境界 他不执着 叫做不见一切相 不见一切相 就是极相离相的意思 极相离相 极一切相 而离一切相 那面对一切境界 超越一切境界的 境界的迷惑颠倒 他东东不会 默认前后三季 不要执着过去 不要执着现在 不要执着到未来 未来不可到 过去已经过去 现在 刹那是在变化 未来还没有到 哪里都是空性 是不是 前进无去 经济无助 后继无来 前进就是过去 过去 是不是啊 那么 经济是现在 过去呢 没有过去 因为空性 法法不相干嘛 那么经济呢 起现在呢 刹那变化的无所住 也是空性啊 后继的将来呢 也没有来 还没有到啊 也是空啊 那哪里 阿南端座 这个座就是与空相应 这个叫做正座 什么叫做提起正念呢 提起正念就是 无念叫做提起正念 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呢 无心可发 提起正念也是无念 发菩提心也是无心 那么无心就是一切道场 无心就是一切道场啊 无心就是真正的端座啊 就是真正的安然端座 任意不拘 方明解脱 努力努力啊 此门中千万人啊 千人万人啊 只得个三个五个 我看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哦 千人万人才只得三个五个 那台湾这个两千一百万 那得多少人啊 那一千个人 意思就是 一千个人就只得找到三个五个 不要说一千 一万个人 如果一万个人找到五个 那你在台湾省两千万个人 找到多少个正悟的人 我看这里面啊 百万个人都找不到一个 还什么万人 对不对 那个那时候的人可能少哦 他这样讲 我们现在人多 百万个人不得其意 一个都没有 你要只得三个五个 我看一个都没有 那那么容易的 很难啊 若不将为事 受灾有日灾啊 如果你不把生死 然后把明星见性当作一回事情啊 若不将为事啊 就是如果你不把明星见性当作是重要的一回事 了相死当作是一回事 受阳有日灾啊 受这个灾祸啊 你果报啊 业障 对不对 因果啊 你要报啊 要还啊 有日灾就只日可待啊 你等着瞧吧 所以说 着力 今生 虚了切啊 无论如何着力 就是我们要尽力 我们要尽力 今生的一定要有一个讨个消息 尽了切 谁能累劫 受余 我们哪一个人啊 有那个能耐啊 意思就是很可惜了 很难 你哪有 谁有那个能耐 是累劫啊 受这个轮回的痛苦 这个灾难呢 你说你要消灾 你要了生死 你就不必去消什么灾啦 对不对 超越六道轮回 你消什么灾 一切灾难 就统统解结了 你要是啊 没有跳出六道轮回啊 你什么灾难 统统还跟在屁股后面 你怎么消 你怎么消得完呢 消得完 你消不完的 轮回是还在嘛 你轮回的债 你的灾就消不完 今生今世给你消灾 那你来世 你就没有灾难了 你一年果报都在嘛 所以啊 要赶快啊 了生死啊 这是最上 上策的啦 最重要的 诗一日上堂啊 开示大众这么说 所以御前 若不打策啊 哎呀 御前就是 如果你没有事先准备好啊 打策 不测就是 透测通达 就是不见性啊 哎呀 如果你啊 先前啊 不把这个本性啊 打通的话 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明心见性啊 那么你怎么办呢 辣月就是 月底啦 12月啦 30号月里来的话 明年就过年啊 意思就是 离命中的时候 这个辣月 30月就指离命中啊 离命中来 你怎么办呢 为什么只12月30日 这里 如果有银行的人 在银行上班的人就知道 这12月 辣月30日 通通要算账的 在过年以前 你通通要算账的 对不对 国立的12月 哎 这个这个这个 通通要算账的 明年就到了吧 你送总账啊 你离命中通通算总账啊 甚至辣月30 30月来啊 那通通要算账啊 离命中的时候 管起 米 热乱 管起就是必定 保证的意思 米就是更加 保证你更加 热就是热闹 乱就是散乱 哎 你事先没有准备好 没有相当一点的 定律跟功夫啊 你每天都在开开玩笑的啊 啊好 下戏论啊 对不对啊 没有用了 到底命中 用不着的 用不着的 有一些外道啊 有班就是有一些外道啊 才见人 说做功夫 才看到人在用功 在做功夫 他就在旁边呢 冷笑 这个嘲笑他 有有这个在 你还执着在修行啊 你还执着有一个修行啊 意思就是 人家在做功夫 他就笑人家是执着 有有这 这就是这个 这个在 以前啊 其实用这个 这字 现在是用这个 这里 那里的这 有有这个在 这个就是 这个执着在 人家在做功夫 他就是 你还有这个执着 做功夫的执着在 人家做功夫 本来是用不执着的心 他看别人 做功夫就以为别人是执着 却比别人更执着 底下就问了 我请问你啊 我现在要问你啊 突然你命中的时候啊 你这样用什么来抵抗 死神的将领 来抵抗这个生死啊 你用什么能力 来抵抗这个生死 如果你明天要死了 你用什么能力抵抗呢 糟糕了 念佛也念得不是很好 大车大物 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只是平常比较看得开一点 日子好过一点 可是没有证悟啊 没有证悟的话 我们的恐惧心还会在啊 启舍心还会在啊 对不对 那生死拼不过了 你且施良看 却有个道理 却就是真 这是真有道理的哦 你好好的冷静想想看哦 这是有道理的哦 哪得天生弥乐 自然是家 哪得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天生弥乐 不可能就是不修行 就自然跑出一个弥乐佛 也不修行就跑出一个释迦摩尼佛 不可能的 意思是还是要用功 虽然是无违法 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 你还是要做功夫 意思就是在事项上 你还是要下功夫 否则习气没有办法断 还是要对因果负责 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不生不愿的本体 不用修行 可是那是有相当功夫的 已经开采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没有开采出来的 你还是要精进 才能够见到事情的真相 所以有一般贤神野鬼 贤神野鬼就是说放逸 随随便便 却自己为自在的人 自在的人 他这个贤神野鬼 就讲得比较不好听 我们现在人有一句话 这些放逸的人 我们现在的人是比较好听 现在人歌仔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很放逸的人 叫做海瓜耍仙 如果我们现在写的文章 就会写 有一般海外善仙 以前的人 写这个贤神野鬼 就比较不好听 如果写海外善仙 海外善仙 就表示这个人真笨蛋 笨蛋 没有办法了 海外善仙 是贤神野鬼 才见人有些病 有些少病 便对别人说 放下放下 别人有一点病 就对他说 你放下放下 等到他自己有病了 又却理会不下 理会不下 就是这个内心里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汇合这个空性 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解 你形犯不下 没有办法 所忙脚乱 真耐就是真耐 到生病的时候 灵命中的时候 你的肉就像力刀 脆割一样 痛苦不堪 做足不得 没有证悟到空性的 念佛又念的功夫不好 佛后跑掉了 万般事 虚是闲时 办得下 万般事 你要平常 闲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 做真正的功夫 不要骗人 不要做假功夫 每天 用功的时候 也不要一直告诉人家 我多么精进 用功 不必要这样子 但是鼓励众生 可以这么说 鼓励众生 可以这么说 鼓励众生 就问师父 你每天念多少佛 我每天 大概念多少 这样子 也告诉他是想要 勉励他 不是说夸大自己 有时候 自己说说 自己修行的感想 是很谦虚的 来表达 很诚恳的来表达 是想要鼓励对方 修行 忙时 要好好的利用 多少审利 这样 比较审利 修带 就不可以 你千万不要等待 修就是千万不要等到 临可绝井 修带 就不可以 等到 你 口渴了 口渴 赶快 现在来挖井 井早就要挖好了 今早就要挖好了 做手脚不办 这场狼急 狼急错乱不整齐 如何回避呢 你千万不要等到 临可的时候 你口很渴了 才要挖井 这个手脚没有办法 去相应 做不到 是不是 那么这一场狼急 就是散乱不堪 这就是这个 这样 这样子 非常的严重的 错乱不整齐了 你如何回避呢 如何应该 有办法避开来呢 前路是黑暗 信财 胡乱 胡砖 胡砖 乱撞 信财就是随便的栽起 任意的执取 任意的 信财就是任意的执着 然后乱撞一通 又不按照 善知识的指引 动不动就是 我要离开了 我要离开了 我要自己修行了 好好好 没办法了 自己出去 赶快 跟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离开的时候 讲堂 很用功 离开一阵子的时候 开始懈怠 开始懒惰了 所以你以为 我们到山上去修行 比较好 还是在讲堂 那要看个人 在讲堂 虽然说 师父 虽然说在这里 也是接近都市 比较复杂 在这里生团 师父盯着 你还会想用功的 到山上去 空气又好 气候不错 师父也不在身旁 来 我爱吃三个月 三个月 要吃水饺 就从水饺 等 这简单 对吗 这吃熊猪 不差 告诉主 没有一个约束力 凡夫还是没有办法 使不上力 因为为什么 到山上去修行 就随着自己的习气 随着自己的习气 我不喜欢人家管 我到山上 三高皇帝眼 师父不在 我在跟师父 照说师父看不到 没关系 自己的习气 我不听课 很好 他以为我到山上 这样就要用功 他不晓得 听课这两个钟头 是非常重要的 他每天这样 累积两个钟头 累积两个钟头 就观念 慢慢修正 慢慢修正 修正的 有一天 一言车车 开悟了 引领到山上去 二十年里 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不要以为 到哪里叫做好 不是的 一定要在身团 在善知识的身旁 然后再看自己的根性 所以不要忽乱的 一直走乱撞乱撞的 苦哉苦哉 平日只学 这个口头三昧 说禅 说道 和佛罵主 到这里都用不着了 到这里都用不着了 平日只管蛮人 平常就可以骗骗人 整直到今日自蛮人 今天被自己所制骗 自己欺骗了 自己被自己欺骗的意思就是 修行是真实功夫 绝对不是说说笑笑可以的 是真的放得下的人 是阿比第一宗 节地放你不得 而今末法将成 前仗有力量 兄弟家 这表示亲切了 出家就等于兄弟一样 是不是 而今末法将成 前仗有力量的兄弟家 所以出家人 做师父的人 他最重要的 他就是要栽培身材 你要佛教兴盛 你一定要栽培身材 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奖金 也许说好几万人 你说师父到林口体育馆 奖金都好几万人 对 这个当然很安慰 可是这个会比栽培身材更重要吗 这生材最重要 我现在奖金好几万人 我死掉了 如果没有不栽培身材 家门不幸 没有后代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那也是一样 你不栽培徒弟 你没有后代 当然要栽培徒弟 栽培徒弟 徒弟各个很有志气 各徒弟各个看起来善良 你懂得红法历史 是了 明目了 虽然我今生今世这么矮 值得 活得很值得 世涵不要给人家 活得很值得 栽培了很多的弟子们 很成才 很成才 各个都是壮年才 太好了 所以啊 复合续佛的慧命 莫令断解 你就是要栽培身材 可是栽培身材 要精啊 要砖啊 你说 有的那个师父啊 我不是讲别人的 有的师父徒弟 我会问说 你的上人剃度几百个 他说我师父剃度八百个 哇 我说你那个八百个 你怎么教呢 八百个 八百个徒弟 你怎么教呢 那很辛苦的啊 很辛苦的 对吧 有的人说 师父你说不剃度女众 你说女众徒弟 他说师父你另外建一个 女众徒弟 到六规就好了 那我就不需要这样子 到六规去交一交 然后又重回来交一交 又到六规去 都是徒弟嘛 是不是啊 到六规去交一交的时候 要回来的时候 那女众徒弟 师父你不要回去吗 那麻烦大了 他一边讲话一边嗨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然后美国在建立一个道场的话 从美国要回来 美国的徒弟不给我回来 师父你不要回去台湾吗 麻烦大了 到场多也是够麻烦的 所以这个栽培徒弟 专一就好 我们在讲堂 就专一就好了 就这样栽培 其他就听录音带了 所以徒弟说多 也不是说一定很好 你要有能力去栽培他 今日才有一个半个行脚 这鼻翼很少人的 是真餐实血的 今天再有一个半个这样实餐的 行脚就是实实在在 要去修行去餐的 可是到处走 去观山观景 到处看风景 说师父我出去餐学 结果出去 竟然给我跑出去游山玩水 我做师父的人 还很慈悲的人 有没有钱 师父没有钱 我去餐没有钱 我再拿一万给他 又出去玩一玩 又说师父 我那一万块又餐完了 再拿一万块给他 都把他走去戒头 观山观景 不知光阴能有几何 擅自是没有餐到了 一些钱都花完了 玩一玩了 又回来了 做老婆不知道 辛苦 做孩子不知道 老婆辛苦 拿钱给他去拼命去游玩 师父还很高兴 以为他餐出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师父哪里有什么名产 哪里有什么名产 我叫你出去餐 你竟然餐名产回来 路骨有差 那第三有寒子 我竟然餐这些回来 就是啊 有菜归 就餐这些回来 然后后来开一张菜单出来 你头马上发烧了 这些徒弟也没办法 一喜不回 便是来生 为之什么头面 不知道是什么头面 欠你兄弟家 趁舍利 康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趁年轻 所以我这里出家 为什么要四十岁以下 乃至我五十岁 都一定要四十岁以下 乃至我七十岁 要跟我出家 你一定要四十岁以下 四十岁以下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 说一个七十岁 对不对 七十岁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早晚课 生病 然后我早上去就 端两碗饭 就跟他 阿爸 比他多七十 你不好意思 这样以前早晚课 去的时候 阿爸 年纪大了 七八十岁了 没办法 这个不行的 年纪大了 不行 所以我在这里出家 一定要四十以下 四十 还没有四十就赶快 乌乌 欠你兄弟 趁设立健康健的时候 淘起个分小处 分小就是分明了悟处 不被人瞒的一段大事 不被人瞒就是生死 这个是瞒不了灭别人的 那这些关列子 关列子就是最重要的机关 甚至容易 其实不困难 修行必需 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底下这一句 就是你一定要牢牢记住的 只是你不肯去下死字 做功夫 你不肯去下这个死字 就是说 我这个志气一下下去 不改变 我今天我念佛 一天念三万 我就不改变 我拜佛拜多少佛 我内心里面听经文法 每天听两个钟都不改变 你谁来跟我讲 我就是听经文法 认真地拼命地念佛 对不对 我们就算没有证悟 生死也有把握 你只要俘获 你命中 极乐世界就等着你 我们就是自己瞒自己 这些官列子 官列子就是这个机关 一直就是关键的意思 这些关键其实是很容易的意思 就是生死关键 修行的关键 其实是很容易的 关键在哪里 你只要肯下死功夫 死字功夫 一定上 避随一战 对不对 避随一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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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